在我们周围的生活中,除了一座座高楼拔堤而起之外,各样的高架桥也是层出不穷。 这些高架桥令人瞠目结舌,哪怕是在大海上和深山中,都可以被人们建造。 比起开山倒地,这样的高架桥既可以保证交通畅通,也可以最大的减少对大自然的破坏。 现在,现如今这样的高架桥还在修建,不断地为百姓造福。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座高架桥,叫做都革北盘江大桥,位于云南省和贵州省交界的北盘江大峡谷。 建立这座高架桥,是为了连接贵州的都革镇和云南的普利乡,方便两岸人民的交流。 那么,座桥有什么样的支? 它主要体现在高上,它的高度相当于200层的楼高。 这座大桥比国外最高的大桥,还要高出100米,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高的跨江大桥。 相信很多人听到这样高的大桥会觉得不可思议,对于恐高的人来讲,这样的高度近乎绝望,虽说不用在上边行走,在开车的时候,也很少能看到垂直的高度,但是看到两周的大峡谷也会心惊� 反战。 建立这座大桥的本意,是为了让两边的居民更好的往来。 当地的居民如果要互相交通,就需要翻过三个山头,走40公里的山路,才能到达对面。 虽然两地的居民交通往来非常密切,但是这样艰难的路程,以及这样陡峭的山路,也会给村民造成麻烦。 因此有关部门决定投资建造这一座高架桥。 如此的高度加上极其复杂的地貌,给施工带来了很大的困难。 像是山体大面基层重台中混凝土的空温,还有在修建过程中混凝土的运送,以及一些组装建造大桥所需要用到的吊装设备,等等这些难题层出不穷。 但是在中国工程团队和技术支持下,这些困难都迎刃而解,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工匠精神。 除此之外,因为这里地貌的独特性,让众多桥梁的方案,都无法在这里顺利进行。 因此相关部门不断的研究,终于提出了一套叫纵一旋拼的工法。 意思就是,把桥梁的一些阶段,在陆地上拼好之后,平移到大桥上,再进行组装。 这样的方案是前所未见的,也遇到了许多的阻挠,但是不断的试验下,以实力征服了大众,在逆境中创造了可能。 感谢您的意见!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